我师父说 心灵要处于知足的状态 总觉得我够了,我满足了 就变得非常发喜 虚虚是负能量 执心成心是正能量 人正不怕眼睛歪 做人就要对别人好 无私无愿的奉献 帮助别人 就是拥有正能量 心灵的亮光要想升起 就必须没有自我 没有自我的人 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喜欢 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